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滞留在丹麦境内的两千名德军 成为了战俘 丹麦军官卡尔刚刚经历过这场战争 因为见到太多同胞被杀害 所以他恨透了德国人 当看到一名战俘手中拿着丹麦国旗时 他满腔怒火地将对方揍了一顿 大喊着让他们滚出自己的国家 虽然战争结束 但战争笼罩的阴影在世界上空 却久久未曾退去 战争期间 德国误以为盟军会在丹麦的西海岸登陆 在海岸线上埋下150万枚地雷 如今战事结束 清除这些地雷的任务 自然落在了这些战俘身上 无关乎生命的高贵与低贱 因为德国人造下的罪孽 就应该德国人来偿还 这些俘虏中 大多是些稚气未脱的少年兵 脸上写着迷茫和童真 来到训练营的第一天 埃贝上尉就告诉他们 丹麦不会张开双臂 欢迎你们的到来 也没有人想看见这里有德国人 你们的任务 就是充当活体探测器 去吞下遗留在海滩上的恶果 简单的任务集训后 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枚真正的地雷 然后进入一个半封闭的环境 练习如何拆除它 快速跳动的心脏 颤抖的双手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死亡课堂 一名战俘面露紧张 进去后迟迟不敢下手 过了时间 埃贝上尉进来催促 他却执拗地说自己一定会拆除 训练结束后 十一人小队被送上了死亡海岸线 一名农妇眼神怨恨地看着他们 到达目的地 军官卡尔看着这些 手无腹肌之力的纳粹男孩 心中的仇恨演化成极致的暴力 俨然已经不把他们视作为人 海岸线上是绵延无尽的洁白沙滩 海水如同瞳孔一般湛蓝 他们的最后一项任务 就是拆除这片区域的 四万五千颗地雷 卡尔承诺 只要顺利完成这项任务 他们就可以回到德国 怀着归乡的心情 抱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男孩们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 一次喘息 一次颤抖 很可能就是一线生死 一名男孩发现了沙子下面的地雷 他按照训练营学到的知识 安全拆除了隐信 但恐惧早已深入骨髓 结束一天的工作 威廉觉得这里并没有那么糟糕 甚至还有盼头 如果能回到家乡 他会进入父亲朋友的工厂 争取当一名技师 巴默赫不相信丹麦人 也对回家不抱任何希望 他认为威廉的憧憬 只是一个该死的幻想 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活到明天 缺少食物补给 每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 双胞胎兄弟看到旁边玩耍的小女孩 伊丽莎白 哥哥维娜走上前去 用纱布置好了玩具娃娃的左腿 趁着母亲叫伊丽莎白时 维娜将那块面包藏进了自己的衣服 夜幕降临 卡尔将他们关进了小木屋 为了防止逃跑 还用上了门栓 作为一名小队长 莫巴赫担当起寻找食物的重任 他拆掉一块木板 偷偷溜出了小木屋 可第二天 所有人都出现了呕吐和生病的情况 双胞胎向卡尔请求休息一个小时 但他认为 德国人不值得同情 他们只能继续用双手 拔开沙粒 去靠近死亡的武器 在饥饿和疾病的困扰下 威廉不小心触碰地雷 双手被炸得面目全非 那一刻 他撕心裂肺地喊着妈妈的名字 谁会想到这是一个士兵 分明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卡尔为他注射了马飞 将其送往了战地医院 小木屋内 莫巴赫说出了实情 昨晚他前进农妇家里 偷了一些饲料回来 这就是他们生病的原因 卡尔找到了那些饲料 农妇笑着说 里面夹杂着老鼠屎 德国人吃了当然会生病 他为这些孩子清理了身体 让他们吐出了肚中的饲料 舒曼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框架 能更好地进行拍雷工作 却被卡尔拒绝采用 他恨德国人 觉得他们理应用手清理掉这些地雷 理应像蚂蚁一样 在另一个国家卑微死去 卡尔来到医院 从护士那里得知了威廉死去的消息 虽然刹那间流露出伤心 但立即被他收敛 回去的时候 他偷偷从厨房带走了一栏食物 这一幕被埃贝尚未看见 车子行驶在蜿蜒的公路上 扬起的灰尘 像薄薄的云絮 他开始同情这些孩子 想给他们努力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谎称威廉恢复得很好 丹麦政府很快就会送他回家 三人推着拆好的地雷 诉说着回家以后的计划 鲁道夫希望 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喝上一杯啤酒 然后找一个女孩做伴 而双胞胎兄弟 想到一名建筑工人 去重建一个向往和平 没有战争的得意志 这些男孩 为父辈犯下的罪行赎罪 同时心里没有一句怨言 他们相信 只要完成排雷任务 就可以回到家乡 但他们低估了丹麦人 对他们的仇恨 夜晚他们跪在地上 遭受了埃贝尚尉 以及军官们的非人道虐待 在他们眼中 这些德国战俘的生命 就像一条狗一样廉价 卡尔上前阻止 埃贝尚尉质问他 是不是忘记 德国人做过什么 卡尔回答 男孩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今他不仅需要这些孩子 来拆除地雷 还产生了侧隐之心 他们本应生活在无忧无虑的校园 嬉闹在母亲温柔的手掌下 可他们却在这里亲手挖自己的坟墓 埋葬尸骨无存的自己 维纳在取出一枚拆好的地雷时 不幸遭遇了连环雷 血肉之躯 被炸裂成微小的颗粒 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味 俄斯特冲过去 喊着哥哥的名字 发疯般寻找着他的尸体 卡尔为他注射了镇静剂 他喃喃自语地说道 没有哥哥 我不能入睡 睡下那刻 他哀求卡尔 请别再恨哥哥 一次次的爆炸 让卡尔醒悟 他们也不过是残酷战争中的牺牲者 落日雨霞中 他和舒曼相依而坐 男孩从一开始就知道 威廉并没有活下去 他恶作剧式地捉弄卡尔 弄得两人大笑起来 像过去男孩和父亲那样 只是他的父亲 死在了战争中 那晚 卡尔解除了门上横栓 对他们的囚禁 他为他们去偷取食物 和他们在沙滩上踢足球 这一刻仿佛被战争夺走的无忧无虑 重新回到了他们身边 或许 这才是他们这个年纪 该拥有的样子 是上帝想看到的场景 唯独厄斯特 孤独一人 不愿分享大家的快乐 他害怕会刺伤自己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而严谨的布雷图 也会有疏忽的地方 爱狗意外踩到漏网的地雷 短暂的欢乐气氛骤然而止 卡尔变得狂暴愤怒 将他们的尊严 丢在地上狠狠碾压 莫巴赫向他道歉 却遭到了用尽全力的耳光 卡尔大声告诉他 就算无数次的道歉 德国人的罪行 都不应该得到原谅 为了确保这片沙滩的安全 男孩们手玩手地 充当活体探测器 未知死亡的感觉 内心的煎熬摧毁着他们回家的希望 莫巴赫试图逃跑 他宁愿被射杀 也不愿在这里无尊严地死去 舒曼让他留下来 毕竟卡尔承诺过他们 任务完成后就可以回家 莫巴赫反驳道 丹麦人恨他们 所有人都恨他们 而回家只是一个空口的承诺 没有人能够活着回到德意志 舒曼眼见无法劝他留下 便让人将其绑了起来 初日东升 农夫惊慌失措地跑进了小木屋 请求大家救救伊丽莎白 洁白的沙滩上 他误闯入未排雷的区域玩耍 两名男孩立即为他 清理一条安全通道 当卡尔回到营地时 只看到独自一人的厄斯特 他来到沙滩 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正当舒尔还在排雷时 厄斯特若无其事地 走进了地雷区 来到了伊丽莎白的旁边坐下 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给玩具治疗着头上的假发 诉说着对哥哥维纳的思念 伊丽莎白没有说话 抚摸着他的手臂 像是在安慰他 女孩被救出了危险区域 但厄斯特留在了原地 这一刻比起死亡 更可怕的是丧尸对生的留恋 暖色掉沙滩 厄斯特转身走向一条不归路 一条凄美的自由之路 鱼匣照耀整个天际 舒曼坐在那里垂泪 回家的希望所剩无几 卡尔面对大海 人性的光辉重新笼罩在他身上 三个月的惊心动魄 最后一批地雷即将被运送到销毁区域 他们归心似箭 恨不得马上飞到德伊之的土地上 吃母亲烹饪的土豆泥 香肠和浓肉汤 最后一次爆炸 来得这么突然 浓烟笼罩了整个天空 男孩们和卡尔跑向硝烟升起的地方 只见到处都是黑色的焦土和燃烧的草木 就像身临其境的地狱 血肉模糊 触目惊心 镜头轮番定格在仅剩的四个男孩脸上 他们在母女俩的挥手下奔向故乡的国土 但对于战争中的个体 回家这个词永远遥不可及 从一开始 艾伯尚尉就没打算让俘虏活着回去 而是想让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在沙滩上 四名男孩重新被编排到斯凯林恩半岛 这里埋着七万两千颗得知地雷 他们的生命有的被终结 有的在这一刻进入循环 当地雷响起那刻 回家只是一个幻想 死去才是最完美的归宿 卡尔获得心灵的理解之后 内心仇恨见平 生之希望悄然滋生 他伪造一份假文件 将四个男孩装进了卡车 在距离德国边境五百米处 男孩们奔向黑色森林和白色云朵 那里有家和希望 舒曼短暂停下脚步 像跟父亲一样的敌人告别 这一刻战争才算真正的结束 地雷区由马丁桑德瓦利特知道 改编于真实历史事件 德国占领丹麦期间 认为盟军会在丹麦西海岸登陆 于是埋下超过一百五十万颗地雷 可德国人打错了算盘 盟军的登陆地点选择了法国诺曼底 随着二战结束 两千名德国战俘 被迫用手清理这一百五十万枚地雷 在清理过程中 几乎有一半的人受伤或者死亡 他们大多是些年轻人 战争永远是一个沉痛的话题 它在空间上撕裂我们的土地 在国家与民族之间 划开无法弥合的裂缝 本以为战争结束 伤痛可以快速消退 文明大厦可以重建 但人类创造的恶 久久回荡在这片哀红遍野的大地 唯一的希望 是心中尚存的一条线 一条善恶分明的线 它可以让现实的炮火不再燃起 让深埋的地雷缺少隐信 所有人性的泯灭 才是世人眼中的炼狱 助长复仇的火苗 熊熊燃烧 更可怕的是 这种仇恨 根治于内心深处 世代延续 这种人性的矛盾 才是地雷区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而在丹麦和德国之间 没有谁对谁错 错的只是时代 错的只是那小部分发动战争的人 他们将无辜的个体送上战场 让年轻的男孩徒手去送死 这是丹麦在战争中最坏的情况 也注定不会写入丹麦的历史教科书 战争使人性丧失 于是人性的回归 弥足珍贵 卡尔帮助男孩们回到故乡 看似在救赎他人 实则是救赎了自己 他卸下战争机器的物 迎来人性光辉的善 这一刻战争才算真正的结束 人类才能抛下过往 才能在黑暗的尽头 窥见和平的曙光 好了 我是刘大白 每周四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